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中国文化远远流长,博大精深 其中有一个成语叫做鹤立鸡群 原来是用来形容一个人站在寻常人中,显得很突兀 那么这个成语的出处是来自近代代魁的竹林七贤论领的一句话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鸡少在洛阳的时候 有人对王荣说,昨天我在人群当中见到了鸡少 这个鸡少啊,体态魁梧,气宇喧昂 就如同是野鹤立在鸡群当中一样 王荣听了之后呢,呵呵一笑,对那个人说 你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悟,那是因为你没有见过他的老爸 那么鸡少的老爸是谁呢 他就是近代著名的美男子竹林七贤里排名第一的鸡康 鸡康有一个叫做中会的小梅蒂 因为见了鸡康一面,惊为天人 从此是茶不思饭不想 天天是吵着要去找鸡康 有一次他想让自己的偶像帮忙来指点一下自己的一幅得意之作 带着文章偷偷的来到了这个鸡康的住处门口 因为紧张,把这个文章丢进屋子里面,撒腿就跑了 然后呢,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就这样过去了 也没有听到偶像对自己文章的点评 想自己啊,从小到大都是天才少年 那么自己的得意之作就这样被无视了 中会觉得呢,自己丢人丢了面子 又觉得鸡康这个人实在是太狂妄自大了 从此呢,就对他焚转黑 后来鸡康的两位好友,吕迅和吕安 他们两个人是兄弟 因为一点事闹了起来 最后吕安直接就被流放了 鸡康知道这件事之后呢 就去找了县官,想为吕安做个证 但是县官知道 鸡康这个人啊,因为屡次拒绝上层领导的招安 所以说县官觉得 这是一个我表现的好机会 就把鸡康给抓了起来 上报给了他的上司,司马昭 本来司马昭不想背上杀害民事的罪名 想放他一马 结果呢,这个时候中会又跳出来了 他跟司马昭举例 说以前的这个圣贤之人 江子牙跟孔子 也有杀过不服管教之人的先例 结果呢,司马昭就被说动了 下令处死了鸡康 公元前263年的一天 鸡康在东市临行 来送行的人特别多 在行刑前,鸡康呢跟奸展官说 我还想再服一次琴 奸展官同意了 异曲终了,没有一个人说话 鸡康轻轻地抚摸着琴 感叹道,广灵伞 从此决意 说完之后,手起刀落 一旦明示就这样 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古人长云舍生而取义 鸡康呢也许知道 自己的坚持会带来灾祸 但是他并不在乎 因为他是鸡康 他要做自己 他敢做自己 相比于我们当今的社会 有很多人 因为不断地碰病 受到了挫折 最终呢就成长为了 连自己都不喜欢的样子 试问,这真的是 你最初想要的结果吗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请点击关注 也欢迎转发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